大家好,我們接著2.4,我們看看這個,就是尾聲的,其實在第二個單元裏面,這個就是製作檢索表,製作檢索表是甚麼用呢? 基本上,生物學家或科學家用來便認生物的,我們先看看,另一個用途就是使用,一個就是製作,兩個層面不同的, 我都特地將它開啟了兩點,剛才也說了,就是使用檢索表,或者叫製作檢索表,通常檢索表都比較初階,作為第二課的任務,不過大家請注意,我覺得反而大家是強調是使用檢索表,多於製作檢索表,雖然如果你從考試的立場來說,通常這些問題都叫你製作簡單檢索表,但如果真的實際用途,想變形一種新的生物, 其實是使用檢索表的機會是大一點的,好了,我接著下來了,檢索表的英文字很容易記的,大家想留意一下製作的流程圖,基本上都是以分法的,甚麼是一分為二,再一分為二,如此類推的, 即是你不會畫一個檢索表,它發現它是一分為三的,這一點請同學或大家留意多些,好了,我接著看了 我選了一個例子,例子都是用香港常見的樹木,這個集中是辯認為主,我覺得辯認為主比較實用一點,反而多於製作的,我舉例,有四種的樹木,由A到D, 基本上我們觀察一種的生物,作為一個檢索表,去分類辨認它,首先就看它外觀的特徵,當然也會看它們的花,葉片,樹皮,即是從外觀看就比較直接一點,選了三項, 先看A,A的植物都挺常見的,大家當然不知道它叫甚麼名字,但如果你能夠留意它這三項特徵,樹皮,樹葉和花,看一看它,再比較,B,這種都是香港常見的,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我們憑直它的外觀的特徵,再決定它叫甚麼名字, C呢,C呢,一樣,都是香港很常見的,去到D,D也是一樣,都是留意樹葉,花和樹皮,大家很快看到A到D,那三項的外觀特徵, 我們就怎樣用檢索表,去決定這一棵植物叫甚麼名字,首先有一項分兩項,我講過了,檢索表就是一個二分法的原則,首先你留意它的花,看看花似不像試管冊,試管冊你只寫下去,你說我不喜歡試管冊, 有否一個刷,或者一個某樣東西去描述它,都可行的,那基本上,剛才說了,是二分法的,所以你留意到,一個就是像試管冊,一個就是不像的,那盡可能都用這個相反的概念,容易處理多些, 我們分了這個花,再分就是它的樹皮,樹皮是否一層層容易剝落的,你可以比較到,一個是一層層容易剝落,一個當然是相反,就是沒有一層層容易剝落,那如果你符合所有條件,你將那個流程圖,由下而上地看,看這個花看來像試管冊, 試管冊,而那個樹皮是一層層染剝落,那你追蹤到這個就是八千層了,如果你符合了這兩個特徵,那這棵樹木由A到D,原則上很容易不知道,其實如果你用這個檢索表制定了,去辨認一棵植物,就能夠辨認到了,即是假設,你不能夠知道這棵植物叫什麼名字,有個科學家,甚至有個老師,有個學長,他給你一個檢索表,那你從這個檢索表, 作表能夠追蹤一棵的,憑他的外觀的特徵,追蹤到一棵植物的名稱叫什麼,那這個八千層,再落了,那這個就是串前樓,那這些名字對他來說很陌生,即是他的那個叫做一棵植物的名字,那如果相反地,他不能夠外的樹皮一層層剝落的, 撕到出來的,那只是看到那個花是似事館拆,那這個就串前樓了,那看看另一邊,那由於那個PowerPoint的版面有限,所以移到另一邊了, 反過來,那個花看來就不像是似事館拆的,然後就是反而那個葉就呈心形的,一個就不呈心形了,那也都是同一個概念,就是將它是二分法的,一邊有,一邊沒有的,那這個就黃金,那再追蹤了,另一邊的,全部都沒有這個特徵的, 那邊就是這個雞蛋花,那所以用這個方法呢,就能夠憑他的外觀特徵,追蹤到究竟這棵植物究竟是什麼名字,那這個就是我常用檢索表的最大用途來的,所以說目A,符合這個條件,你看看圖,甚至乎看實物,那這個A就是串前樓了,B,追蹤剛才的圖,你看看B就是這個叫雞蛋花,而C就是八千層,最歐尾那個呢,就是黃金, 所以這個檢索表呢,我覺得最大用途呢,都是集中在,咦,有人做過的檢索表了,對於一些陌生的植物,你想認知到它究竟是屬於哪一個種類,究竟它的名字是什麼,有什麼特徵呢,就透過那個檢索表去決定了,好了,那我們很快看完它第一個2.5,檢索表的用途,那第二項呢,就是相反地了,就是B項,就是製作的檢索表了,製作檢索表呢,其實對於 初中的同學,或者一些初學者,就比較上困難的,即是反過來,你是要找回它們的特徵,再決定的特徵呢,就是製作檢索表,那當然呢,就是你反過來,你知道這個動植物,基本上叫什麼名的,可以這樣說,從而倒過來做它的特徵,那我們用回香港濕地公園的動物,分別有彈頭羽,螺,蜻蜓, 或者叫蜜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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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準確一點的描述,一邊的鉗比較大,一邊是細的,好,那我們看一看,還有我們的寫物毒蔭,這個的蜆蜀,那這兩棲類是其中一種,那它皮膚就比較上,就凹凸凸凸的,那青蜜蜜的,普遍上都比較滑一點,好,然後就脆鳥,那我們有這些植物,那反過來, 再用它的外觀特徵,我主力都用外觀特徵 為什麼呢?因為外觀特徵比較容易決定 直接看到這個生物,植物也好,動物也好 究竟它的特徵在哪裡? 它內部特徵可以嗎?不是說不行 不過它比較上用起來就沒有那麼好 我們既然是這樣,用剔銅交叉 我們就追蹤它們的特徵 我會先追蹤它是否隻柱 有些人會問,這個隻柱都不是外觀特徵 其實隻柱就比較大老一點 我在前幾個短片都說過 因為那個隻柱雖然是收了在裡面 如果真的要決定它,就透過我們的現有科技 X-Con也好,等等的方法都好 去追蹤裡面有沒有隻柱 但大部分的生物有隻柱,我們的認知上都應該知道 好,那隻柱去決定,舉例 彈陶魚有隻柱,因為是魚類 鵝就不是了,沒有的,所以是交叉 蜻蜓、昆蟲,沒有的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決定了 它們究竟有沒有這個特徵 有,就聽一聽,沒有一個交叉 好,魚毛,魚毛莊嚴追蹤,是鳥類等等 硬殼,反過來,有些蟹 蟹,追蹤的魚,鉗 基本上我數以五項都是以它的外觀特徵為主 雖然你說隻柱未必是這麼明顯 但隻柱憑我們已有的知識都能夠虐妄 都能夠衡量到這個生物有沒有隻柱 好,那我再追蹤了,其餘的三項 蟹,蟹,蟹,翠鳥 那它都是同一個情況,你犯它有就聽一聽 沒有就交叉 反過來,你要以蟹為例 OK,當然沒有隻柱,沒有羽毛 有眼殼,沒有旗,有鉗 那我們就有了這個資料 就是做了我們第一步的功夫 決定了它的特徵 這個部分大家不要小看,是很困難的 因為這次動物的特徵比較明顯 有些近乎兩隻之間就比較難決定 好,那我們再下 那我們就是用上面的資料 製作一個檢索表 好,再下 我講過檢索表,剛剛的講完原則 就是以二分法,一分為二,一分為二為原則 所以通常第一個起點,大家看到標題 香港濕地公園的動物 因為我們針對這六款動物 針對這六款動物 所以這個標題就可以抽到 跟著,我們以第一個特徵 隻柱為例 一個有,一個沒有 剛才也講過了,它的原則就是 通常只有一個有,一個沒有 即是是非 一個有羽毛,一個沒有羽毛 那我們去追蹤它,這六款動物究竟怎麼擺放 好,有羽毛又有隻柱 你追蹤一定是只有鳥類,這款是符合的 所以脆鳥就是配合在這個位置 反過來是沒有羽毛 但反過來是有棋或者沒有棋 你可以追蹤到探圖魚和蟬鎚 就在另一邊了 所以你發現,每一種動物的特徵 你沿著底部下而上的追蹤 就找回它所有的特徵 有羽毛有隻柱 但逃魚有棋 沒有羽毛的 相對地,是沒有棋 沒有羽毛的 好,再下另一邊的三項 我們再去找它的特徵就是 有沒有鶴 也是根據我們製作的表 那個特徵而決定的 有硬鶴沒有硬鶴 當然青蹄沒有 反過來是有沒有鉗 蟹有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製作了 我們整個檢索表 那個大原則就是這樣 對於初者來說 可能有點困難 但我覺得 都值得一試 當然找一些比較大路 特徵比較明顯的動物 或植物 作為分類會好些 好了,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去講了 好,檢索表這部分就完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